我们赞同菲什尔先生的客观理性评价 冷战已经终结三十多年 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今非昔比 各国利益深度交融 零和博弈 冷战思维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 诚如菲什尔先生所言 21世纪全球性挑战 要求大国拥抱合作 而不应该计较谁才是第一 合作是历史潮流 共赢是人心所向 以冷战模式遏制孤立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 开放发展 合作发展 共同发展的道路 倡导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始终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希望那些 至今还沉浸在冷战迷梦中的人 尽快清醒过来 多倾听 有识之士的真知灼建 多做有利于增进国家间互信合作 符合全人类共同发展利益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